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以西结书四十章一至六节 我们秘魯的第二十五年 四月二十八日 就是耶路撒冷淪陷的第十四年 上主按手在我身上 在一个来自上帝的仪像中 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 放在一座很高的山上 从那里 我可以看见 南面仿佛有一座城 他带我走近了些 这时我看见 一个面孔像 同一样发光的人 站在一个入口的大门旁 手里拿着一根 用来测量的麻绳 和一根测干 那人对我说 人子呀 你要看 要听 要仔细留意我 指示给你的一切 你被带到这里 好让我指示你 许多事 然后你回到以色列人那里 告诉他们你所见的一切 我看见圣殿四周都有围场 那人拿了一根长 三米二十厘米的测干 来量那长 那长口三米二十厘 高三米二十厘米 然后他往东门 登上台阶 量东门的门栏 门栏前后宽三米二十厘米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上帝没有缺席 当以色列看见圣殿的异象 他和秘老的人 已经二十五年 没有见过圣殿 但是就算他们 依稀记得圣殿的样子 那座上主的殿 也都只能够存留在记忆之中 因为早在十四年前 巴比伦王已经销毁了整个殿羽 身在乙邦 国以破 殿以位 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带领 上帝的保守 都遥不可及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以西结看见圣殿的异象 圣殿提醒上帝的子民 上帝仍然与他们同在 虽然象征上帝同在的建筑物 已经摧毁 但是上帝仍然向先知说话 而且 还应许圣殿将会重现 没有苦痛的经历 不能够体会这个异象的宝贵 当初上帝的子民 日日可以见到圣殿 却不懂得珍惜 他们到处去拜偶像 背叛上帝 漠视祂的同在 现在 圣殿以位 人以为上帝已经离他们而去 上帝却让以西结看见圣殿的异象 告诉他们 上帝仍然会与他们同在 你现在是不是在困境中迷失呢 是不是很久没有好好地亲近上帝呢 远离上帝的生活 是不是让你陷在罪中 也都活在痛苦里面呢 不要以为上帝已经不在 他仍然愿意向你启示他自己 他并没有缺席 你们在绝境之中吗 上帝仍然在场 多谢你收听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你在我们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拜拜